我们和国外的这个理财师行业有没有一定的差距或者是差异化 理财师这个行业实际上它是发端于欧洲的是贵族的森林银行 起步于美国的二三十元代的保险推销 真正正正作为一个行业大公共的发展 也是仅仅在美国这种程度市场也就是二三十元的事情 所以我们国家现在目前处于初期阶段 就刚才他们说的嘛 主要还以代理为主 我们最大的差距可能还是在专业化 而且在国际视角方面跟境外来说有很大的差距 毕竟我们国内的投资渠道还是相对来是比较少 比较单一的 不像境外来说可能它有跨境 跨市场 跨品种这些东西的 理财的一些所谓金融工具 交易方法 可能差距差距在这儿 那是不是在理财的这个产品上和国外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咱们现在基本还都是像就是拷贝 克隆 模仿 学习阶段 主要这个阶段 而且境外来说呢 由于咱们限制相对较多吧 投资渠道还是相对窄一点 不像境外来说可能更加火一点吧 包括对冲 现在境内就没有真正异常的对冲 所以也不太可能保证说是资产的绝对安全性 通此点说呢 中国是一个单变市场 不管各种产品来说呢 整体来说还是涨为主 所谓成熟的市场呢 就是它是波动的 我们讲说成熟的投资公司最主要的看重什么 不是看重于这个标的物的涨幅 而是看重于它是否有起伏有波动 波动就是生产力 波动就是财富 它所谓波动来说一定是有一定的可控的机制在里放着的 这就是我们讲的量化投资里的需要注意的东西 但是因为缺少了这个大的一个投资环境背景 还有缺少了相应的投资工具 所以我们在这个实际的理财过程中间来说 实际的咨询服务过程来说 一定是比人要欠缺不少的 这就是差距 可能我们未来发展就得金融市场完整放开以后 我们可能有一个新的一个 所谓理财行业的一个状况才会出现 感谢观看